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集由身高1米85 腿强1米8的冯主龙赞助播出 两个女生提不出都说我像吴彦祖 怎么了 哼 今天表白被拒绝了 莫名其妙 为什么 我也问她为什么 她说因为我有病 你说我哪里有病了 我身体这么好 2015年的国际马拉松我都跑下来了 长得丑就是病啊 不然整形医院为什么加病啊 先前有周幽王为宝寺 烽火系诸侯 明清有乌三桂为成圆圆 冲冠一怒为红颜 由此观知美帝是多么重要啊 而我的文档几乎陪伴了我们整个职场生涯 对我们如此长情的告白 你好意思把它做得丑丑的吗 反正我是不好意思啦 文档也是要面子的呀 首先我们来看这份案例 上海市博会的主题宣传册 这是一款我特别喜欢的排版设计案例 它的背景填充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纯色填充 像这样的一种是图案填充 而我们怎么做出这样的效果呢 以这篇word为例 点击设计 在页面颜色这边 点击下拉按钮 这边主题颜色 我们可以设计很多的背景填充颜色 当然这些颜色如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其他颜色 在这边进行自定义 例如我们把背景颜色填充为上海市博会的主题测 就是这个颜色 我们可以打开QQ 按住键盘上的Ctrl Alt加A 会发现进入截图模式 在它的下边会有一个RGB值0175236 点击键盘上的ESC键 退出截图状态 我们进入word里面 输入它的RGB值0175236 点击确定 会发现它的背景颜色已经是我们的上海市博会的主题颜色 而它的这种图案填充是怎么设计的呢 我们依然是点击页面颜色这边 点击填充效果 点击图案 在这边点击大网格线 前景色我们进行自定义颜色 其他颜色 我们看一下它的网格线的颜色是多少 依然按住键盘上的Ctrl Alt加A RGB值211237251 按ESC键 退出截图状态 在这边输入211237 以及251 点击确定 确定 是不是颜色非常的清新简约非常好看 除了这两种页面设置以外 还有最常用的第三种就是我们的图片填充 在填充效果这边点击图片 选择图片 来自文件可以插入一个非常好看的背景图片 这个时候我们设计完背景再进行文字的编辑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看人物送模板啦 猜猜这是什么人物 关注微信职场骑鞋 回答您的答案 即可离请小编封藏的PVP或简历模板 每期模板都不一样哦